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执行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 长征七号姚武运载火箭 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 于今天安全运地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 长征七号姚武运载火箭 将与先期运地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一起 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参事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